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巴菲特买了三支航空股 合在一起有13亿美元 算成人民币有80亿 所以很多媒体都纷纷这样解读 说巴菲特重仓投资航空股 言下之意是 巴菲特买航空股都买了80亿了 那我们这些投资人要不要跟随巴菲特呢 巴菲特曾在航空股上吃过大亏 可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最新公布的监管文件却显示 他近期又买入了航空股 截至2016年9月30日 巴菲特在今年三季度斥资超过13亿美元 购入美国三大航空公司股票 巴菲特在接受采访时确认了这一购买行为 此后他还另外买入了西南航空的股票 鉴于监管公事的时间滞后性 巴菲特实际投入金额可能更大 的确巴菲特曾在航空股上吃过大亏 并发誓绝不再碰航空股 他此前一直认为 航空股是价值投资者的陷阱 在一次致股东的信中 巴菲特曾写道 最差的生意是那种增长迅速 需要大量资金 但是又挣不到钱的公司 而航空公司却是其中一种 如此不认可航空股的投资价值 为什么现在又来了个今天大逆转 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逻辑 这种逻辑又是否适合中国A股 航空股的投资呢 解码财商 惠天赋首席投资理财师 巴菲特研究专家刘建卫 正在为您解码 那在这里呢 我要给那些非常冲动的投资人 泼上三瓢冷水 第一瓢冷水呢 这80亿人民币的投资呢 对巴菲特来说绝对不是中仓 是清仓 因为巴菲特整个股票投资规模呢 接近1300亿美元 算成人民币呢 接近8000亿人民币 这81呢 对巴菲特来说 占整个组合的投资 只有1% 相当于一个100万的小投资人 拿了1万块钱 买了三只航空股 你说这算不算重仓 第二呢 从各股投资金页来看 都不到10个亿 正常情况下 应该不是巴菲特本人所为 巴菲特曾经本人呢 亲口解释过 他说 以前我这个投资呢 超过1000多亿 都是我本人管的 不管多 不管少 都是我卖 那后来我年纪大了 我招了两个助手 做我的投资经理人 现在呢 我给他们每人100个亿 俩人各管100个亿 一般情况下 少于10个亿的 都不是我管的 都是他来管的 高于10个亿的 一般情况下 都是我自己来管的 那从巴菲特这段话来看呢 我们来看这三只股票呢 买的美国航空8个亿 达美航空2.5亿 大陆航空2.4亿 都不到10个亿 所以说 从正常情况来看 应该不是巴菲特本人买的 第三点 从过去23年来看 从巴菲特投资美国航空 可转化优先股 8年痛苦的经历来看 巴菲特对航空股深入痛苦 巴菲特投资航空股的经历 非常曲折 结果呢 非常出乎意料 巴菲特做梦都没有想到 可以说 现实比小说还要传奇 如果您有兴趣呢 听我慢慢到来 这件事呢 要从1989年开始说起 1989年7月呢 巴菲特投资了美国航空 投资了3.6亿美元 他投资呢 不是普通股 而是可转换优先股 那采用可转换优先股 类似于中国的可转债 股价如果上涨了 它有转股权 我可以转成普通股 然后呢 我可以享受上涨 这部分利润 那如果不涨呢 那我有那份固定的股息 作为回报 所以说它既有安全性 又有盈利性 那请大家注意点呢 巴菲特投资的 这个可转换优先股 它的利率是9.25 别说是在那个时候 就是在现在 这个利率非常高 那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当时正好 美国航空呢 需要一笔钱 就给巴菲特开出了 非常优惠的利率条件 但是呢 也给巴菲特做了限制 就是不到时候 它的优先股呢 不能交易 巴菲特不能卖出 只能公司呢 需要的时候 强制输回 巴菲特觉得 哎呀 我买的是可转优先股 已经非常稳定了 很安全能收回本金 还有固定的利息 但是呢 现实往往比小说 更加传奇 第二年 美国航空业呢 就急剧的恶化 整个行业呢 就大幅划破 竞争呢 变得非常激烈 那为了提高收入 很多航空公司呢 就打折 你打折 我也打折 最后有些航空公司呢 就采用这种 自杀性经营方式 就说我赔本 赚腰货 巴菲特一看 哎呀 我在这个投资合同 签字墨水都没干 整个行业呢 就开始急剧的恶化 但是呢 好在我有先见之明 我投资的是 可转换优先股 除非 整个美国航空业呢 大面积 航空公司 出现倒闭的情况 否则的话 我们这笔投资 肯定能收回本金 收回利息 没有问题 巴菲特这句话呢 刚说完 到了1991年 就是第三年 真的被他 不幸而言中了 整个美国航空业呢 那真是 大面积破产 大面积倒闭 在巴菲特看来 优先股是一种 安全的赌博方式 如果他输了 可以获得 9%的优惠股息 如果他赢了 就可以拥有 美国航空公司 很大的股份 他在伯克希尔 1991年的年会上说 我犯的错误是 没有料到 航空业价格竞争 如此激烈 在1991年 到1992年的 14个月里 就有五家 大型航空公司 宣布破产倒闭 巴菲特说 你有6到8个竞争对手 有些人甚至是 在破产的状态下运营 如果航空公司 宣告破产 就等于没有价值 东方航空公司 借着出售登基门 和其他资产 而获得好几千万美元 补足零负债时期的营运亏损 因为他们无力偿还任何债务 美国航空公司 无法和这样的对手竞争 和大量流血的人竞争 你需要一个血库 那到了第五年 就是1994年 更糟糕的情况来临了 那大家都知道 这个可转换优先股 累積可转债 我们借钱给别人 你最担心的是什么 最担心的是对方呢 不给利息了 那美国航空公司呢 它在第五年 1994年的下半年 停止复习 那为什么美国航空公司 停止复习呢 很简单 亏的太多了 没钱了 就在这过去五年 美国航空公司 累计亏损了24亿美金 就把他账面上的股东权益 全部给亏光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股东 过去历史上几十年 投入的资本 就在这五年里 全部亏掉了 本都亏光了 更别说付利息了 这个时候巴菲特呢 就进一步深刻反思 自己对航空业的分析 他说我当时呢 投资的时候 太北美国航空公司 过去几十年 长期稳定的盈利记录呢 迷惑了 没有看清楚 这个行业的本质 航空公司 行业的本质上 可以归结为三个特点 第一呢 是资本密集 第二呢 是劳动力密集 第三呢 是同质化 产品 就在巴菲特对美国航空公司 这笔优限股投资 陷入绝望的时候 哎 转折来了 到了第六年 整个航空业呢 欠巴菲特的优限股股息呢 全部不发 而且呢 还支付了5%的发息 股价呢 也转头大胆 最高涨到73块钱 之后 他就行使这个转股权 转换成普通股 然后转手卖掉 在股票上 又转了20%以上 那加上约定好的利息 9.25% 巴菲特在这一只股票上 每年的收益率呢 达到了33% 巴菲特说 哎呀 我实在太不好意思了 我在最错误的时点 投资了美国航空的优限股 他亏了 我想半价卖 没卖出去 我想打久的卖 又没卖出去 最后呢 只好留在手上 结果呢 让我赚了七八倍 简直是 让我感到羞愧 这绝对不是我 个人分析的好 投资决策做的好 只是我的运气太好了 虽然巴菲特 最终以2.5亿美元的盈利 将该笔投资出手 但他直到2007年 还对航空业耿耿于怀 他在对哥伦比亚大学 商学院的学生演讲时表示 绝对不要投资航空业 航空业是全世界 最差的投资标的之一 一位哥大学生问他 为什么当初要 投资航空公司 巴菲特巧妙地回答 我的心理医生 也问同样的问题 他们给我提供了 一线免费电话 只要我有冲动 想投资航空公司 就打这线电话 我只要告诉他们 我的名字是巴菲特 是个航空迷 他们就会劝我 不要买航空股 这个痛苦的过程 让他对航空业 有了深刻的认识 他在1997年 卖出美国航空的 优先股之后 他还一直在反思 自己的重大投资错 他反思了10年 在2008年 是股东的信中 他这样说 他说有些行业 是最糟糕的行业 要求投资人 投入的资本非常多 给他们创造的产出 创造的利润非常少 最典型的行业 就是航空业 他说1903年 赖特兄弟在 吉利霍克镇 驾驶人类第一架飞机 成功飞到天空上的时候 如果有个资本家 就在现场 他应该把赖特兄弟的飞机 一炮击入 把航空业扼杀在摇篮里 这样对整个投资界 对全世界所有的航空业投资人 反而是件大好事 因为航空业从诞生以来 它的高成长迷惑了投资人 为什么那些航空业的投资人 向飞蛾扑火一波又一波的 把钱注入到航空业呢 他说因为航空业一旦复苏 一旦出现增长 增长得非常快 看起来非常诱惑人 但是遗憾的是 这种复苏这些增长时间非常短暂 很快就过去了 美国最大的航空公司之一 竟然在十年之内破产两次 你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行业是多么的不稳定 又过了五年 到2013年开股东大会的时候 有的投资人就问 巴弗特先生 那你现在对航空业的看法 有没有变化 你是不是认为航空业 开始出现持续性的豪转 巴弗特回答 斩钉切得不 他说我从来不看好航空业 我非常同意 著名的基金经理 比尔米勒的看法 航空业呢 就是一个死亡陷阱 投资人呢 投了很多钱 最后呢 整体来看 颗粒无数 都陪进去 巴弗特老搭档 塔利满格呢 就补充了一句 他说你在两地之间 基本上不可能修建 第二条铁路 但是在两地之间 你很容易可以开发 第二条新的航线 所以你就很难形成垄断 很难形成独家经验 这竞争呢 就会越来越激烈 所以这是我不喜欢航空业的根本原因 巴弗特说他特别喜欢维京航空公司的老板 李查德布兰森的说法 有人问了李查德 他说怎么成为百万富翁呢 李查德回答说 很简单了 我告诉你 你首先成为一个亿万富翁 然后投资一家航空公司 很快你就会成为百万富翁 也就是说航空公司 是个什么样的投资行业呢 一万富翁进去 百万富翁出来 这个死亡陷阱 加这个一万富翁 变成百万富翁的神奇转换器 所以说可见巴弗特对航空业多么的深恶痛去 那分析到这里呢 那我的结论 大家可能觉得非常明显的 我肯定是认为巴弗特 绝对不会投资航空公 大家看到的呢 肯定是他的两个投资助手 买了三只航空公 就在我对我的结论呢 感到斩钉截铁 绝对正确的时候 我看到了CNBC的报道 因为这个主持人跟巴弗特老朋友了 马上就采访了巴弗特 说巴弗特先生 你为什么投资航空公 是不是你本人买的呀 是不是你对航空业的看法 有了根本性变化呢 巴弗特回答说不能说 他说我有一个戒律 绝对不会谈论我们做的投资 除非是法律法规要求 我必须公开披露 否则我一句话也不会说 这个主持人听 哎呀很遗憾 不过巴弗特加虑 这一次呢我要破例一次 因为呢我们公开披露的是 三季度的股票投资 截至到9月30号 实际上我们在三季度 买了那三只航空股之后 我们又买了新的航空 那也就是说 我们美国的四大航空公司呢 他的股票都买了 那这个主持人听 您刚才不是说了 您绝对不会披露 自己做的投资吗 为什么这次会破例呢 usually Buffett will not talk about any of these sorts of issues but he's speaking out right now and breaking his silence because of his friendship with Herb Kelleher who's one of the co-founders and the former CEO of Southwest Airlines Buffett told me that he ran into Herb Kelleher last month down in San Antonio they were there I think for the Texas Business Hall of Fame and he started talking with them and joking around about the airlines obviously he never mentioned what he'd been doing with the airline stocks but he said that he would feel terrible if Herb Kelleher saw these filings released and that Berkshire had been making investments in the other three airlines and not in his of the four major airlines as if there were some reason he was avoiding it so he wanted to make sure that the word got out that he is investing in all of the four major airlines not just the three that are reflected in these SEC filings that are out there 这就让我内心呢 对我原来这个分析论 绝对不是巴默的 本人买的航空 产生了一些怀疑 关于为什么吃回头草 虽然巴菲特绝口不提 称不便讨论 伯克希尔持有的 投资头寸 但媒体纷纷给予了 各方面详细的剖析 华尔街见门发文称 巴菲特大笔购入 航空股背后的 真正原因在于 美国民用航空业 已经拥有了外敌 无法进入 内部没有竞争的 双重护城河 并且整个行业 在这种情况下 已经进入了 稳定盈利的成熟阶段 这两点 与巴菲特的 完全吻合 在嘉宾刘建卫看来 巴菲特之前的 许多投资行为 或许已经可以解释 他为什么会 180度大转弯 于20年后 再次大手柄 买入航空股 那我再仔细回顾 巴菲特过去这些年 跟航空业的交集 那我也找到了一点 支持巴菲特 有可能是他本人 买入航空股的 一些根据 那第一点呢 是巴菲特 他本人实际上 已经收购了一家航空公司 就在1998年 巴菲特把美国航空的 优先股卖掉之后 他收购了NetJazz公司 这家公司做什么呢 它是专门的 给客户提供 私人飞机的 分时租赁服务 那巴菲特自从买了 这家私人飞机服务公司之后 就把自己的公务机给卖掉了 都是使用的 这个NetJazz提供的私人飞机服务 那他对这架飞机的服务呢 非常的喜欢 而且他的家人 他的朋友后来都使用了NetJazz 提供的私人飞机服务 而且这家公司呢 在这个私人飞机服务行业呢 做到了全世界的老大 那我再分析 巴菲特就在2016年初 他花了320亿 收购了精密基建公司 这个精密基建的核心业务 是制造飞机发动机的组建 可以说全世界 几乎所有的大型飞机 它的核心组建 都是这个精密一建公司提供的 那巴菲特就用320亿美金呢 收购了精密基建公司 人民币呢 要超过1800亿 那我又看了看 其他的材料 发现呢 最近航空业呢 确实比过去好多了 飞机最大的成本是燃油 而这个航空没有的价格呢 近年来大幅度下滑 我们以中国进口航空没有的价格来看 2015年6月 进口价格是4500元一吨 那到了去年9月份呢 就跌到2,900 这航空的价格大幅度下滑 航空业最大的运用成本 也随着大幅度下滑 这个推动航空公司的盈利呢 大幅度上涨 无论是美国的航空公司 还是中国的航空公司 他们的财报表 都体现出盈利的大幅度上涨 是不是在这些因素下 巴菲特对航空股的看法呢 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所以说他开始大量买入航空股呢 这个结论呢 我不敢下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关键不在于巴菲特 会不会重仓投资航空股 最关键的是你自己要不要重仓投资航空股 投资大师的举动 投资大师的看法呢 可以作为参考 如果你想说投资大师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那我提醒一下 巴菲特管理的投资组合呢 超过8000亿人民币 大象吃什么 不代表呢 蚂蚁要吃什么 大象往哪里跑 不代表蚂蚁要往哪里跑 那大师的看法可以作为参考 但是呢 我们必须用自己的分析 得出自己的结论 做出自己的答案 感谢观看